大家好 我是超远游戏结束啊 欢迎大家收看超远的视频啊 超远这场比赛为大家带来一场啊 精彩的啊 中印大战啊 由印度名将阿卜杜拉对战咱们的啊 中国东北沈阳小伙刘震啊 好了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也是来自日本雷神之锤当中的一场精彩对决啊 首先先介绍一下 印度的这位啊 顶尖级别高手阿卜杜拉啊 阿卜杜拉这是一位啊 非常非常啊 在印度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位顶尖级别高手啊 在多次的出外啊 国际的比赛当中取得的成绩还算是可以 但是在印度国内绝对是一个啊啊 顶尖的存在啊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 面对咱们啊 沈阳啊 中国 东北小伙啊 来自沈阳的刘震会大家打出怎样的表现 咱们拭目以待啊 好了咱们看一下啊 大家都啊 知道啊 印度的这个拳手在国际赛场上 这个搏击的这个啊 出现率不是很高啊 所以啊 能打到这也不算容易啊 咱们看一下 啊 穿黑色短裤的就是了刘震啊 穿这个黑白相间短裤的这位拳手就是啊 印度名将阿卜杜拉好 后手中拳的击大漂亮 刘震的速度非常快 大家可以看到啊 阿卜杜拉的身高要比刘震啊 高住很多 啊 低边腿啊 身高必长上 刘震没有啊 绝对的这个优势 所以只能靠着这个速度啊 和快速的游走来打击对手的这个啊 弱点 咱们看一下后手中拳的击大漂亮 好 两个人拉开身位啊 刺拳的击大啊 稳度非常足 我们看一下 刘震啊 一手低边腿 哇 阿卜杜拉这个是臂肠非常高啊 啊 非常长啊 而且腿肠也很长 但是刘震的这个打击的精准度和频率更高漂亮啊 左手的一击刺拳啊 右手虚缓过后啊 左手的刺拳直接把对手打倒在你左右的勾拳跟高边腿 连续重拳的击打啊 打到现在为止的话 刘震还是牢牢控制着这个场上的节奏 咱们看一下下潜刺拳的击大漂亮 正蹬腿一时拉一下位置 这边阿卜杜拉后手的一个重拳 也没有抓到刘震的这个破绽 咱们看一下 刘震这边还是啊 在找这个对手的射位 后撤一波 好 这场比赛本身的规则是综合格斗啊 但是两个人现在还是在选择打战力啊 因为刘震认为对手全长啊 脚长啊 避斩都比对手啊 比自己更有 要是拖到地面的话 未必会有有势高边腿漂亮啊 前手刺拳啊 刘震这个是这个左手的报价 咱们看一下 拉省位 阿卜杜拉这边也是不急啊 还是想找这个刘震的这个破绽 靠着自己这个全场 继续击打 哎 好 西击一点啊 两个人拉住头部开启了连魂对洗的模式 哇 这边应该是 呃 搁在了刘震的这个小腹上啊 这个有点犯规的嫌疑 啊 这个阿卜杜拉打就有点低啊 刘震这边需要缓一下 咱们看一下 哇 这个踢档来说的话 整个在呃 综合格斗 或者是自由搏击当中啊 无论任何一个赛场是绝对不容许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一席 正好 哎呦 第二席啊 连次连续两次踢档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啊 连续两次踢档的话 肯定是 啊 有点过分了 大家可以从从这个慢镜头可以清楚的看到啊 左戏一次 右戏一次 还打了个组合 啊 这两次踢档好像是彻底激怒了咱们的这个刘震啊 刘震这边直接形成了一个 啊 近身的暴帅漂亮啊 刘震这 说我这给你拖到地面 我看你怎么踢我的当 我看一下 现在还是上身为强行的压制 漂亮 刘震 好 还是上身为强行的压制对手啊 哇 一手袭击 拉住腿部一个袭击啊 力度非常非常足 好 刘震这边上身为强行压制对手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中拳击打这边之间啊 刘震这边 回到起身状态 阿布多拉还提了提短裤啊 这个很尴尬 我看一下 刘震还是在跟对手啊 找这个节奏和不养 阿布多拉这个下手 哎呦 鞭腿 后手刺拳 再接一手中拳 漂亮 刘震的机会来了 看一看刘震是不是要 狂轰烂炸啊 用他这个鱼胆般的拳头直接蹬在对手的这个脸上 阿布多拉这边还是反应速度非常快 但是也是处于一个小晕船的状态 咱们看一下 后手刺拳击打左右勾拳 力度很足 刘震 后手这个重拳啊 漂亮 再打一次拳 高边腿 好 刘震这边直接刺拳 跟一手后手中拳 左右勾拳直接击倒在地 连环中拳直接结束了啊 裁判还是非常非常的及时 叫停了本场比赛 如果稍微晚一点的话 阿布多拉将受到连环的打击 阿布多拉起身还感觉自己很远 这可没什么可说的啊 叫停的非常及时 因为他现在本身是半晕船的状态啊 还是被刘震一顿狂轰烂炸 好 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 恭喜咱们中国东北沈阳小伙刘震取得胜利 我们下一期再见 Congratulations 刘震 哇哦